大士法师民国46年出生 淡江大学气管系毕业 13年前在南投县府里 仁圣寺医治圣开老和尚剃度出家 法师出家后喜欢自修研读经典 从事佛法教育的工作 并经常往来于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地弘扬佛法 近年来法师融会大小盛 致力于原始阿含经的专研 特别对不忍 忠观 大智渡润 石柱 琵婆沙润等有很好的体验 法师说法度众非常重视教学相长 培养信众独立思考的能力 更以浅显易懂的方式 让大众在日常生活中 学习佛法的广博奥妙 著有佛法盖要瑞奖和菩提道 12345集CD 我们菩萨行者们 在行六波罗蜜的大事庄严当中 第三个是灿提波罗蜜 灿提波罗蜜就是忍入波罗蜜 这个忍入波罗蜜在菩萨行者里面是极为重要的 在生文法里面也有忍入 那在菩萨法的人更是细腻 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菩萨法里面的人 那对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 我们就能够运用得很自在很自在 这个心不动 我们会面对众生对我的恭敬供养 这个时候我的心要不动 众生如果对我恭敬供养 我的心怎么不动呢 我不能贪爱他 有人对我比较好 有人对我比较不好 那我对比较好的人我就贪爱他 这个不能不可以这样 所以叫做心不动 有的人对我称会骂入 这菩萨行者也不能心不动 也不可以生气 要心不动 这是对众生的忍 第二种忍是法忍 法忍里面心不动是什么 可以会生起 以称慧、贪欲、娇慢 怀疑、邪见的这种心 也能够忍而不生 有这种情形 那一种就是 不是这种内心的人 是外在的环境的人 譬如说饥饿、过饱、口渴、太热、太冷 的这种因缘之下也不可以生气 这种烦恼出来的 也要能够忍 所以菩萨行者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是很维系的要能够忍 生分法里面也有忍 但是生分法里面跟菩萨法 他忍的不同点在哪里 生分里面他是因为出离心 想要脱离五蕴身心的有违法的苦 所以他的忍是这个出发点 所以他碰到什么事情 他这样忍下来 但是他的心是赶快要 断耳烦恼能够得解脱、得虐盘 那菩萨的人 菩萨面对这些众生对他的棍杖刀棒的相加 他忍下来 他要对这些众生还要起大慈悲心 愿成佛的时候能够救度这些众生 菩萨的人是这样 所以他们基本上一个是大悲心菩提愿 一个是出离心解脱生死 他们不同的状况 前提的出发心 所以是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思维也不一样 我们先了解一下 忍入在整个菩萨道里面 他的功德 我们做个批语形容好了 有一天如果你想要爬山的话 你要登山 请问你 你登山的时候 你要具有什么条件 你要具有是不是 对你来讲内在 是不是体力要好 还有你的粮食要准备充足 对不对 你的后勤补给你要做得很好 也表示说 你的福内在的震报的体力好 外在的衣报好 这是指你的福德 对不对 第二个你要认清登山的路线 认清这个环境 认清这个 是不是会迷路 有什么气候危险 你要弄清楚这些知识 那这条路径之外还有没有替代路径 这个是不是属于知识智慧的部分 对啊 那了解这个话你就知道登山你也要福慧具足啊 福德智慧都要圆满才能够登山嘛 那同样的道理啊 我们做个菩萨行者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我们要行这个菩萨道 这条路要走下去 必须要能够具有福慧都能够具足 福德让我们走得很安稳 智慧让我们在里面每走一步 我们都不会起烦恼 不会跟众生对立 那这样的菩萨行者 他是很安稳很自在很快乐的 那这样叫做福慧圆满福慧具足 那福德里面在忍入破罗密林 哪一个是福德 生忍 对众生的人是福德 那哪一个是智慧 法忍 在内心的烦恼的人 跟外在环境的变化的人 那个都是法忍 在这个忍当中生起无量无边的智慧 对众生的人生起的智慧 就好像脚一样有力气可以走路 对法忍生起的智慧 就好像有眼睛能够看清楚真实相 所以这时候菩萨的生忍跟法忍 他都具足的时候就有福慧具足 以后就可以得到无声法忍 这个是一个相关性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用登山的比喻来说 我们菩萨要具有什么因缘条件 那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那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看 身文法他的身文的人路以后 我们可以更体会到菩萨 他们的人路真是 大大超过我们众生能够理解 超过阿罗汉 在于身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舍利我尊者 他的人路功夫很好 那不是我们凡乎能够理解 我们一般的凡乎众生的理解里面 我们觉得如果你被人家毁谤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跟我讲清楚 我哪一点 你说我去跟人家乱来 你跟我讲清楚我哪一点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跟人家乱来 我们是不是都这样 这个已经算客气了 但是舍利我尊者没有 他不是这样做的 舍利我尊者被一个比丘 毁谤说 舍利我尊者看不起我 他现在要离开我们这个景色 去他方世界 去那边游行 他在离开之前 在这边看不起我 亲慢我 这个比丘去跟佛陀告状 佛陀当然知道舍利我尊者不会 佛陀就要阿难尊者 你去通告所有的 这边的比丘们 都来听舍利我尊者誓之吼 那佛陀就把舍利我尊者找来 让他们两个见面 那所有的比丘通通来了 那舍利我尊者就跟佛陀说 世尊你知道我的为人 你自己知道 那佛陀说我知道 但是要你自己讲 舍利我尊者知道佛意 所以就跟这个比丘讲 就跟世尊讲跟大家讲 我舍利我从自我懂事以来 我的心就像水一样 是平等的 看待一切众生都能够这样平等你 就像水一样 他亲近的地方 他也流过去 肮脏的厕所 他也跟他冲过去 所以我的心像水一样能够平等 对待善人恶人我都一样这样平等对待 没有分别 那我的心像火一样 火清洁的纸张 清洁的花草我都跟他烧了 那对于垃圾肮脏的东西 我也是这样跟他烧掉 像火一样跟他烧掉 那我的心就像火一样 对待亲近的人 对待善人我是一样 对待恶人坏人 我也是一样平等的对待 那我的心像大地一样 大地 佛走过去 他也这样跟他接受 那恶人走过这个大地 这个大地也是一样接受 我的心 善人恶人 我都一样平等的对待 那我的心像风一样 风肮脏的地方也吹过去 清洁的地方也跟他吹过去 我的心也是一样 善人我也是这样对待他 恶人我也是这样对待他 我对善恶都是一样平等的 我的心就像哨走一样 我的心就像哨走一样 善人我也这样对待他 平等的 恶人我也是这样对待他 平等的 我的心像抹布一样 抹布在抹这个桌子的时候 佛桌也是这样抹 肮脏的地方也是这样抹 这个抹布都没有分别 我的心就像这个抹布 善人恶人我都一样平等对待他们 我就像一个没有脚的那个牛 牛有脚的时候喜欢跟人家斗 斗牛 那我像截脚 把牛的脚都已经截掉的牛 这个时候没有武器 没有武器的牛 不会再跟人家斗 所以我的心已经没有 脚的牛一样 很温馴温良 很如何的 不会起轻慢称慧这些烦恼 来斗人家的 那我的心就像那个 没有双手的筷子手 筷子手是拿着刀子要砍人的 但是筷子手如果没有两手的话 他不能砍人 他只能乖乖的 温馴的 做一个人而已 所以我的心就像那个没有双手的筷子手 不再能够砍人 所以我的心是很温馴的 能够对待一切众生都能够谦卑恭敬 能够忍入慈悲 那我因为修生念处 所以我常常会看到自己的身体 九孔流出不尽 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还有大小便 还有身体的毛细孔 都流出不清静的东西出来 那流出这么多都不清静的东西出来 我要好像一个瓶子 看起来外表画出很美的那个图案 事实上瓶子的缝隙里面都流出 里面所装的那些粪便 一直这样溢出来 都不清静 所以我想一直要舍弃掉这个像美丽庄严的瓶子 但是事实上他又是不清静的 溢出揪孔不尽的 我要处理掉这个身体 我都来不及了 我怎么去侵犯别人呢 那我修生念处以后 我的发现我的身体 这种不清静的状况之下 就好像身体挂着 有一个死人的尸体 挂着死狗的尸体 挂着死蛇的尸体 臭烂得很 想要赶快把他去除掉 舍弃掉都来不及 我怎么还会去侵犯别人 看不起别人呢 社理有尊者他的忍路是这样 他没有去指责对方 但他只能讲我的修行是这样 那帮他这样以后 这个比丘一听 我怎么可以对待一个圣人这样子 我怎么可以对待 社理有尊者这样子 所以这个比丘就很惭愧 很忏悔 就跟佛陀忏悔 佛陀说你不要跟我忏 你跟社理有尊者忏 这个比丘就跟社理有尊者忏悔 请求社理有尊者 你接受我的原谅 佛陀说 社理有尊者你要接受他的忏悔 你如果没有接受他的忏悔 这个比丘 他头会破成七块 没有人能够毁谤社理我 而还能够完整的 社理我真的很慈悲 就接受他的忏悔 所以这个你看 身闻阿罗汉的忍入是这样忍的 很了不起 我们房屋真的很难做到 菩萨如果在这个地方 他更会发怨 他会在这个时候发怨 我的忍入 我自己这样忍下来 也希望对方能够这样忍 希望一些众生都能够这样忍入下来 那希望以后我能够得到佛制 得到一切萨婆惹制 得到一切佛法 也能够入住法之相 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 从生死苦海里面解脱出来 所以菩萨的人是硬萨婆惹心 自行忍入也教他心忍入 以无所得故 这是菩萨的人入 是不是很了不起 阿罗就已经非常了不起 何况是菩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人入的例子里面 是像央觉摩罗 央觉摩罗尊者 他的人入 他在出家之前的那一生里面 他杀害999个人 杀死了 而且他还要对母亲杀害母亲 想要凑成1000个人 因为他的邪见的师父告诉他 你只要杀1000人 你就可以升天 如果杀了母亲杀了佛陀 那你保证更好 那清静到这种二姿势 他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像这样 所以央觉摩罗他一听以后杀了那么多人 当他要杀母亲的时候 佛陀出现来救他母亲 而且同时也渡了这个央觉摩罗 那佛陀把他转移住以后 佛陀在前面走 央觉摩罗是当时国家里面的第一勇士 他追着佛陀还追不上 追不上挤啦 一挤以后就跟佛陀喊着 你给我站住 那佛陀就讲说我已经停下来了 是你没有停下来 利根的央觉摩罗一听马上就 知道这里面有话中有话 就赶快问佛陀 世尊你是什么意思 佛陀说我的内心 秤心已经没有啦 贪心已经没有啦 痴心已经没有啦 慢心已经没有啦 贪嗔之慢你一切的烦恼 统统停下来了 不会再生起来了 所以我已经停了 是你的贪嗔之慢你 还在那边照做不停 所以你的身心都停不下来 杨姐摩罗一听马上知道 这个才是我真正的迷思 所以赶快把刀子丢到一边 跪下来请求佛陀接受他的忏悔 接受忏悔以后 请求佛陀度他出家 佛陀的慈悲啊 連这种杀人魔王通通要度的 所以佛陀度他出家以后 他精进修行 正到阿罗汉 坐在佛陀不远的地方 波士尼王来见佛陀的时候 他要去讨伐这个央角摩罗 不晓得央角摩罗已经出家了 他讨伐他央角摩罗 结果先来见佛 那两个对谈之下 波士尼王跟佛陀报告说 我要去抓央角摩罗 佛陀说如果你现在看到他 他已经出家了你会怎么办啊 我要恭敬礼拜他 因为他是出家了嘛 那你现在看到他会不会害怕 不会 然后佛陀就跟他讲 你看他在那里 波士尼王看到他很害怕的 因为央角摩罗 一个人能够抵得全军 是全整个波士尼王的 这个国家里面最神勇的 当他这样以后 波士尼王看到 央角摩罗杀人王都会被佛陀所 所色化、所度化 所以就佛门中无所不包 善恶人都能够度化 所以波士尼王就很欢喜的 跟佛陀顶礼 也跟央角摩罗顶礼 那央角摩罗后来到城市里面去脱波 人家看到这个是杀人王认出来了 拿石头丢他 丢了全身烂熙熙的 血流满面 全身都皮开肉绽 那回来见佛陀的时候 佛陀问他 你有没有跟他们 那个还手啊 杨洁摩罗说没有 佛陀说对你做得对 你应该忍 为什么 你如果不忍的话 在未来世里面 你在地域里面 你要受无量事的苦啊 杀了999个人 对世尊对妈妈起成形 这个罪过很大的 所以因为你能够修解脱法 所以你正阿拉伦以后 你在这个时候你修人禄 你的一切的罪欲都消掉 人家用石头丢得我全身细细烂烂的 你看这个人禄的功务是多大 我们在平常里面做不到 但是这是阿拉伦的人 那如果是菩萨的人的话 当然是更殊胜啊 菩萨的人会对于这些众生 更起大悲心 希望我成佛的时候 这些众生都能够 因为我而得度啊 我这样的人 让他们能够消除称怒 现在能够消除称怒 那以后 我用戒定会的法水 能够洗除他们的称心 洗除他们的贪生之这些烦恼 把他们的烦恼火灭除掉 菩萨更会在这个地方发这个大悲心 也决定要成佛救助他们 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有一个阿罗案叫做 他是专门在分配那个脱波的路径 他脱波了三次 都脱到比较差的食物 所以他三次以后就很生气了 生气以后对这个分配路线的阿罗案 比丘抱怨不停 然后他就想办法要害这个阿罗案 要毁谤他 然后就去跟他的妹妹 比丘你讲 跟这个慈离比丘你讲说 我心情不好 他妹妹很关心哥哥 说你什么事情 脱波脱三次都是那种不好的东西 我这个比丘一定是对我有意见 所以我妹妹不乐 那你如果不替我出一口气的话 那我 我不会快乐的 以后我也不一定要理你了 哥哥跟妹妹 比丘你这样讲 妹妹说怎么办 你去世尊面前跟世尊告状 说这个比丘非礼 对我非礼 那这样我在旁边可以跟你做证明 证明说这个比丘对你非礼 这样他的罪名就成立 他就是婆罗仪 他就不能再继续出家 就要病除了 那这两个兄妹这样记忆化好以后 就去见佛陀 妹妹先去见佛陀 就跟佛陀告状 那哥哥就在当场跟他证明 佛陀当然知道这个阿罗安比丘 不会做这种事情 但是面对 有人这样告状的时候 佛陀是很民主的 佛陀就叫这个阿罗安比丘 说你自己意念看看 有的说有没有就说没有 那你们三个都意念看看 有的说有没有就说没有 佛陀就进去禅室 去禅坐 那这时候的这些比丘们 还有慈地比丘比丘 你通通在那边各自意念 那大家都知道吗 后来有惭愧心的人 总是有得救的时候 慈地比丘跟慈地比丘 你两个后来忏悔了 我们是要故意要毁谤这个比丘的 是我的哥哥脱波脱不到好东西 所以心里面不高兴 而毁谤这个阿罗安 然后要我配合他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两位兄妹比丘比丘 你就跟这个阿罗安比丘 忏悔 佛陀这个时候出来 佛陀就告诫弟子们 为了脱波食物 竟然可以造这种恶 妄与毁谤业 这是一个多么愚痴的众生 所以我们众生 你看 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 我们就造业 就妄与毁谤 这是以后下地狱的业 那当佛者这样讲完以后 这个阿罗安比丘 他决定了一件事情 做阿罗安的执事 这种分配路线的托波 都会被人家毁谤 那世尊啊 世间世苦啊 我要舍 我要入内盘 我不要再做了 在这个人间里面 所以阿罗安比丘经过 佛陀同意 佛陀当然知道世间世苦 佛陀是大慈悲 那阿罗安是想出离 所以佛者就答应这个阿罗安 好 那阿罗安就在当场 限十八神变以后 就舍了 你看 这个阿罗安比丘 他的忍路很好 人家毁谤他 他没有跟他大小生 也没有指责人家 只是默然各自意念 有没有做这种事情 阿罗安他是看到生死苦 赶快解脱吧 如果菩萨看到这种情形 菩萨更是发起大悲心 众生既然这么烦恼 只为了一点点的明文立养 那可以造下这种罪业 毁谤业 要下地狱都不晓得 所以愿意成佛度众生 菩萨是发这种心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 我们可以想象菩萨的功德出胜 当然我们也要尊敬阿罗汉 第四个阿含经里面的例子 是妇罗纳尊者 妇罗纳尊者他 解下安居以后 他要到西方的世界里面 去教化众生 他那时候已经正到出国须托环 所以他带着他的弟子们 要去的时候 佛头就告诉他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哪一个地方 去做什么事情 去弘法部教 那听说那个地方的人都很凶恶 那没关系 世尊凶恶的人才需要佛法的宣扬 才需要佛法法水的滋润 让他们的恶心能够熄灭 那如果你去那边 他们听不下去你的法 骂你怎么办 问了阿尊者说 骂我没关系 那只是骂我而已 又没有打我 世尊说 那如果他们打你怎么办 打我没关系 至少没有杀我 那如果他们杀你 那没关系 如果杀死了 我正好舍掉这个武运的苦恼 那刚好可以入内盘 那他有这个决心 你又有佛头说 好 你可以去弘法部教 所以被以 不只是被妄语批评诽谤 没关系 连被杀死这个弘法部教都无所谓 赴诺那尊者是何等的慈悲 对不对 已经要弘法部教就要心理准备好 那阿罗汉是如此的心量 非常难得 所以护诺那尊者他去 当时的西方世界 去弘法部教 所以利益那么多无量无边的人 无量无边的众生 很多人因为这样而归于学佛 受戒 得法眼镜 赴阿罗汉都有 当然他自己本身也赴阿罗汉 那在菩萨行者 他所做的更是能够忍入 能够忍到 求法也忍入 在利益众生也忍入 为了得到阿妮多的三百三菩提 通通占忍 不只是这一生的人 也不是说我这一生忍完 我就可以入内盘 没有 生生世世无量生死中 大事庄严 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嘛 所以你看 生文的人禄 跟阿罗汉的人禄 当然有一段距离 不过生文的人禄非常了不起 那世尊在过去生里面 他当菩萨的人禄 我们 还会有机会了解 不过世尊在成佛的时候的人禄 你还看到成佛以后 他还在告诉我们忍入要怎么做 有一次他跟阿难尊者两个 拖拨的时候 在路上走的时候 看到同样的这个巷子那边 提伯达多都在害他 提伯达多过来了 世尊也要进去这个巷子 结果世尊就跟阿难尊者讲 走我们走另外一个地方 阿难尊者说 世尊你是天上天下的最尊贵的世尊 你为什么要看到提伯达多 为什么要走开 为什么要闪 佛陀说 不要跟二字式碰面 跟二字式碰面 我们只是对三宝越来越没有信心 而且犯戒 而且不想听闻佛法 远离正法 而且你会越来越吝啬 越来越谈求民文立养 越来越没有政治政见 写之写见 所以会没有无信三宝 不会犯戒 不多文 会千令不布施 会写智会写之写见 那我们要跟三知识在一起 才能够增长信戒文士会 佛陀这样跟阿难尊者讲 阿难尊者一听 就跟佛陀讲 世尊啊 你可以把提伯达多用你的神动力 把他移到他方世界去 他一直在害你,你要把他移走 佛陀说 我虽然有神动力能够把他移走 但是我不必自己跟他移 他的业力在他的因缘成熟的时候 就会把他移到他方世界去 佛陀是这样告诫阿难尊者的 你看佛陀是不是处处碰到境界 都想到忍辱 想到慈悲 想到因果法则,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里面就可以理解到 世尊的忍辱是怎么样 都是建立在因果法则 建立在慈悲里面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学习 好,那在这里面我们来看看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再从阿罕里面的六立法 我们来看到佛陀的慈悲 他是因什么东西而有力量的 佛陀的力量出自于大慈大悲 那在阿罕里面讲到小儿以啼哭为力 因为啼哭所以才会说话 那女人以称谓为力 要称谓以后才会讲话 那国王以傲慢为力 要傲慢心生起 他才会开口 那沙门以忍入为力 出家人没有什么力量 你看这样一生这样东西而已 也没有说要靠朋友跟人家打架 也没有拿兵器的 也没有穿盔甲都没有 那这样的出家人是以什么为力 内心要忍 碰到一切的境界都是要忍忍下来 那阿罕以专精为力 阿罕要能够专一 要能够一心 这时候去修事念处去觉知 能够行八正道以后 得到涅槃 这是阿罕的力量 专精为力 那如来以什么为力 佛陀是以大慈悲为力 佛陀的心里面都是先把大慈悲摆在前面 大慈悲以后才升起菩提心 也能够入诸法实相 要得一切种智 这是佛陀的心是大慈悲 这个基准 所以佛陀在阿罕经就告诉我们要当学如来 在阿罕经里面佛陀是讲要当学如来 而不是讲当学阿罕汉 这个是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差别 那刚刚讲到沙门以忍入为力 在大致论里面又把他说成四项 这四项就是余称不报 人家对我恶脸 恶眼神 我都能够忍下来 我没有跟他回应 人家对我眼神这样恶眼神刚过来的时候 阿罕不是阿罕是出家人 出家人不是说你瞪我做什么 不会讲这种话 他恶眼神 他的眼神这样凶恶过来 忍下来 不要理他就好 还有他的臭脸过来 他也忍下来 不要理他就好 沙门以忍入为力里面的余称不报 这个时候的称只是他对方的称心所限起来的外向 他连开口都还没开口 连动手都还没动手 这时候忍就要开始这样培养忍 说做沙门不易 不容易 第二个恶骂能够默然 出家人对人家在骂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默然 骂不还口 默然也不要跟他回应 两个铜板才会想 出家人默然 不要跟他你一句我一句这样越讲下去越来火气越大 声音越大 不要 鱼骂默然 静静的 第三个是脏锤能瘦 拿棍子来打我 来敲我 拿手来打我 瘦就瘦 打就打 打的是你自己造业 我能够瘦下来 能够接受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不会对对方起撑 都没有 也不会跟他打回去 我的力量出自于哪里 出自于人 沙门出家人的力量只有人而已 没有什么其他力量 不必靠朋友 不必靠道仗 不必靠嘴巴 不必靠跟北凌告状 不必靠助使来为我打包不平 都不用 不必诉诸法律 都不用了 就只有自己忍耐 这个是沙门以忍为力里面的 垂涨过来都能够瘦 第四个就是害者忍之 对方如果来加害我的时候 我还是这样忍耐下来 人家加害我 毁谤我 批评我 用各种方式害我到死 我都能够忍下来 这才是出家人基本的四个 这四个都要能够这样能够忍下来 何况是菩萨法 所以沙门法 余称不报 余骂默然 垂涨能受 那害者忍之 这四个 所以你看看这里面是当个出家人不容易 当然我们现在了解的话以后你如果出家 你就知道原来是要这样做 那这样我们合合共修 就出家里面就守六合境 我们申行词 口行词 意行词 立合同君 戒合同修 戒合同解 我们出家人就能够守住这个 那这样的话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就好好精进修行 那起个人的烦恼 个人用佛法自己去调谷 持戒调谷 修慈悲稀舍 修禅调谷 修慧观五蕴的正式向 破除自我烦恼 这个就是出家人要修的 摄文法里面这样观 菩萨尾里面更要怎么观 我们下面我们再慢慢的说明 那在我们这边我们已经看到 那个忍辱的殊胜 那不忍的时候会有什么过患 如果不能忍辱的话 不能忍耐 他的过患就非常严重 那曾经有一个有神通的仙人 有一次他去王宫里面应供 那这个王宫的国王跟王后看到这个仙人 修禅调的人 他从森林里面都是这样飞出来的 飞到这个地方来接受我们的供养 我非常高兴 我们碰到一个这么伟大 这么有修行的修行人来到这边 我们国家有福了 天天这样在供养 那他们对于修行人的供养是 五体投地的接触礼 接触礼 人家这样来的时候手摸他的脚 脸贴着他的脚了 这是佛寺里面的头面接触礼 那有一天这个国王有事情外出 那王后留在宫中 就要代表国王来跟这个仙人接主 那这个仙人他这一天的来用武哉的时候 照样从森林里面这样用神通这样飞过来 当他飞到王宫的上空的时候 没看到国王 只看到王后 王后又打扮得很漂亮 这个时候仙人的心 眼跟对这个女众这个射程 起心动念 起个欲望心 欲望心一起来 开始禅定的力量慢慢退 这个时候当他一降下来 这个王后是照规矩跟他接主顶礼 一接主顶礼以后 这个仙人 马上失去禅定 心乱 那心一乱以后 就没办法恢复他的神通 当他失去禅定 失去神通以后 他自己知道了 所以在那边接受供养的时候 接受供养以后 这个时候他不能用飞的回去了 他就跟王后讲 我们全国的老百姓 都一直想要看我 想要认识我 那今天我不用神通回去 今天我用走的回去 那我今天要从城里面这样绕 绕这个城门这样走出去 王后当然很高兴 能够让所有的老百姓们 也能够因为这样的沾养、沾礼 我们这个仙人太好了 所以当这个王后这样的供养 以后 仙人离开的时候就用走的 他这样走出去城门外 回到森林里面去 一到森林去 这个时候心没办法平静 因为眼跟接触到王后的美貌 身材 手接触到 脚接触到王后的手 还有王后的脸接触你的时候 这个身体接触到王后 又王后的娇声艳语这样之下 哇 心里面都是这些女众的容貌跟接触 所以心里面没办法平静 这是什么 五盖里面的贪欲盖 这五盖里面贪欲盖起来 又是增长的吊毁盖 五盖里面的吊毁盖 这样一直起伏起伏 这样之下的状况之下 他五盖不楚 没办法的禅定 没办法的禅定 他的神通就没办法恢复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仙人 他在森林那边打坐 哇 这边也坐不下去 然后到河边坐 河边也坐不下去 那这个时候听到鸟在叽叽喳喳的声音 又听到雨在水中玩的时候 在蹦蹦在跳的时候 对一个休禅定的人 他实际禅定也算很痛苦 对一个要想恢复禅定的人 他恢复不起来他很痛苦 这时候旁边的声音 要入出禅是以声音为次 所以刚开始打坐 还没有入禅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声音要远离人群 声音不能来干扰到他 如果我们在都市里面说要休禅 能够入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必须要周围没什么声音 出禅以声音为次 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入出禅 他觉得这个雨在跳的声音 鸟在叽叽喳喳的声音 蟲在那边爬地上树叽叽喳的声音 他一听禅定 没办法再禅定 就很生气 他也忘了他的因缘是因为眼耕 而生耕接触到这个王后的关系 所以他很生气之下 他就起曾经对于 这些鱼、虫、鸟 对他们发脾气 然后发个毒咒 以后我要 在以后来世的时候 我要把你们通通杀掉 吃掉你们这些钟声 很生气 那一生气之下发了这个咒的时候 他的气才消了 一消了以后在咒的时候 开始很快就入禅定了 一入禅定 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空无边处、四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有响、非无响入定 就这样得禅定 这样禅定 四禅八禅这样上去 很生定 他这样心中没有人 他发一个毒咒以后 他才能够消气 当他这样慢慢地 恢复到以后的 那个禅定得神通以后 每天还是回去接受供养 但是他忘了曾经发过这个毒咒 没有把这个毒咒舍悉掉 所以当他临终的时候 命中以后 他还没有下去做杀害众生的 他因为这个禅定的力量 而往生到非有响、非有响出天 那在上面 这个八万大姐的命中以后 佛者说 他死了以后 会下来人间做有翅膀的狐、蛎、蛎、非狐 有翅膀的狐 他就到处吃这些众生 吃鸟、吃鱼到处抓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过去曾经发过这个毒咒 所以他在天上先享受他的 不动的四禅八丁的那种夜 完了以后他在人间 他开始为了他曾经发的心愿而去杀害众生 那杀害这些众生以后 他就会下地狐去 他无量会变得众生 下地狐受无量会变得苦 这是何阴何缘 这是因为 他不能观察到自己的心 不能看到自己的心 在起烦恼的时候 起身心的时候 而不能忍耐 不能忍耐 以后所受的罪暴、果暴是何其的沉重 所以这种地方我们要非常的注意 所以你看像森文阿罗瀚 他也是出嫁以后证的 所以他在出嫁里面他能够忍 那在修阿罗瀚的专精之下 能够忍耐专精修戒丁慧 那如果像外道他们不忍的话 那乱了随便发咒语 那以后命中就 还会有堕落地狱 杀害众生的状况 那对我们菩萨行者来讲 你从这里面的比对之下 是不是我们至少要像出嫁人 至少要像阿罗瀚 那最好就是像菩萨一样 一面发愿要成佛救度众生 一面忍耐 这个时候的忍入婆罗瀚是不是很圆满 那至少要像出嫁人 人家撑的时候我能够不报 鱼撑不报鱼骂能够默然 葬锤能够受之 那他能够害我的时候我还能够忍下来 我们用这些来先让自己能够忍 那对于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境界 我们要注意到不忍的过患是这么严重 所以让我们好好记得忍入的功德 不忍的过患 不忍以后会下地狱 那忍入就能够逐渐的 能够得 内盘能够逐渐的 也能够得阿尼多德三百三菩提 所以先让我们先认识这个 让我们从忍入的功德 也能够慢慢具足忍入婆罗蜜 跟菩萨法里面的菩萨行 能够相应 能够圆满六婆罗蜜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菩萨在行燦体婆罗蜜的时候 他必须要能够修忍 那忍的功德里面有两个力量 一个能够生起无量的福德 那是生忍 一个能够生起无量的智慧 那是法忍 所以菩萨在这个 生忍法忍里面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这个生忍法忍 相对于无生法忍 是站着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 但是我们要讲到生忍法忍 我们必须要谈到 他在整个菩萨道上的一个次第 他的相关性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说好 那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讲生忍法忍 为什么不会像一般人直接就讲到无生法忍 那谈到菩萨道的次第 一定要先讲到生闻道的次第 那在生闻法的次第里面 我们有谈到的就是 有讲到生闻法里面的四善根 那四善根之前我们也讲到 生闻法里面的顺解脱分 那我们就先把般若里面的菩萨实地先说吧 波特里面的菩萨实地有讲到的 刚慧帝、姓帝、八人帝、建帝、伯帝、离遇帝、以伴帝 辟之佛帝、菩萨帝跟佛帝 那这个名词相对于生闻法里面来讲 刚慧帝是什么 刚慧帝就是顺解脱分 那顺解脱分里面 他的所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观五庭心观 是观四念初的悲相念 观四念初的总相念 这是相对于菩萨法里面的刚慧帝 菩萨法里面的刚慧帝 它是为什么叫干慧 因为干着没有水 那慧呢?慧就是跟内盘相应 跟波特石像相应的叫做智慧 这个慧不是属于世间里面的知识 聪明智慧不是那种 能够跟断烦恼离得解脱的 这种才叫做智慧 好那我们了解到这些 我们可以这样清楚的比对一下 生闻法里面 那五庭心观是不是在洗面烦恼 但是五庭心观本身这样观的时候 也还没有得禅定 他只是观 所以从文法得慧 文所成慧 那思维佛法 思维解脱法以后也所成就的慧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做五庭心观 还没有得到禅定的智慧 那多欲众生不敬观 如果发现自己是欲望高的众生 我们观不敬 观这个色身不敬 对内观对外观 那会对这个欲望难以之欲 会淡薄 多欲众生不敬观 那第二个多称众生 慈悲观 我们如果容易生气的人 要修慈心观 慈悲观 这多称众生 慈悲观 那第三个 多次众生 因缘观 于是 华语 三世因果的 有没有业果关系 真的有过去世 有现在世 有来世吗 真的有三宝吗 真的 有世圣地吗 这样华语的状况之下 应该多观 因缘观 缘起正法 让我们不再于此 那散乱众生 要能够属习观 我们心散乱要能够把心 安住在呼吸 出入席上 这个是最轻松 也最能够找得到的 一个安住点 散乱众生 属习观 那我慢众生 无常观 如果躺在 那个地方 像死了一样 这样的我 还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看到无常 健壮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老化 以前年轻气壮 可以熬夜 现在不能熬夜 一熬夜 马上昏昏沉沉 头痛欲泪 那这样想 我现在这样 以后会更严重 所以这个身体 是无常的 所以这样的我 还在哪里 不在哪里 这样我有没有 从身体 可以产生 拱高我慢了 没有 那外在的这些财富权力 也都不可靠了 我都不可靠了 还有财富权力 有什么可靠 所以不值得傲慢 那有一种叫做 多障众生念佛观 业障众 烦恼障众 也可以透过念佛 观想佛 观想佛像 那消除自己的罪业 这叫多障众生念佛观 那在做这些观的时候 就是培养我们的 跟解脱的路 解脱目标相应的 叫顺解脱分 有解脱的一分 虽然还没有路 那个升文的总性 但是已经有这一份力量 那另外要观的是 试念处的别项念 观生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那再观的是 试念处的总项念 观生不敬 观生无常 观生是苦 观生无我 观受不敬 观受无常 观受是苦 观受无我 观心无常 观心不敬 观心是苦 观心无我 观法不敬 观法无常 观法是苦 观法无我 做这种观想的时候 都还是没有得禅定 叫做相对于 菩萨法里面的干慧地 但是它都是顺解脱分 那在于菩萨法里面 菩萨相对里面 它这个时候 是听闻波罗波罗蜜 在听闻波罗波罗蜜里面 思维波罗波罗蜜 能够在一切法当中去观察 五蕴的真实相 观察一切法当真实相 从色里面找不到我 所以色空 本来认为有我 没有我 所以我空 色中无 没有色 所以色空 色中没有色 所以色空 想形式中 没有想形式 所以想形式空 内空外空内外空 空空大空第一空 有为空无为空必经空 散空信空 诸法空 自相空不可得空 还有有法空无法空 有法无法空 从种种的空中 表示到一切法皆是空不可得 都是如幻如画 听闻这个法又在观察思维 观察思维当中 会升起波罗的空会 那这样就相对于 虽然还没有修禅定 但是也有这种干会地 顺解脱分的这一部分 那第二个次地 就是顺绝则分 生物法里面顺绝则分 他要修什么 要观四地十六形象 观苦地有为法 都是无偿苦空无我 观射受想形式 都是无偿苦空无我 那观会升起有为法 观起升起这个五蕴的阴 是无敏烦恼吗 所以他是集阴缘生 这四地十六形象 那观魅帝 魅了烦恼无明 魅了烦恼灭了 有为法就袭灭了 所以烦恼灭了叫做灭 那有为法灭了叫做静 烦恼灭有为法灭 他是最微妙的 那离开一切的苦恼 他是离而已 那个魅帝有四个形象 叫灭尽妙离 那道地是巴正道 是三十七道品 那道地有唯一的道路 所以叫道 他是最真实的叫如 那这个行这个路上 绝对可以达到灭地 那出又可以出离生死 所以道如行出 那从这里面 慢慢 又修禅殿去关的话 就产生力量 那个就好像 木头开始钻木区 慢慢就生起烟 那这个时候有软气 所以叫生起软胃 软壁之虐盘 顶中不断散 忍不斗恶趣 四地入离生 就观四地形象以后 就慢慢 在禅殿当中 有修会了 这时候入生文总信 那在 菩萨法里面相对的是什么 菩萨法相对的里面叫做 从钢会地里面的文会 师会以后 然后 德罗顺忍 这时候修的是生忍跟法忍 菩萨法里面的生忍 对众生 有对我 供经供养的 我要忍而不贪爱 这个人 对我称慧 骂入德众生 我要忍而不称慧 这是对众生的生忍 那这个人能够得无量的福德 他好像一双脚一样 有很大的福德 很大的力气 我们众生的所愿 我们所求都达不到 是因为我们的罪够太重 那我们福德如果大的话 罪够就会冲淡掉 那福德力量大 什么就能够成就 所弱也容易接半 那这时候又要从生忍修了以后 要入法忍 法忍是对于 有两种忍 一个是内心的人 一个是不是内心的人 法忍里面 对于这个法 我们心法 我们要能够 贪欲 浇慢我们的这种心法 不生起来 那称慧 这种